从小到大 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 长大以后 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 在这里 我们将为你读书 期盼 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 能够让您的生命 对于真理 更加的心灵约会 心灵约会 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五 大魏王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 大魏王 曝光 任何人做了亏心事都会良心不安 大魏当然也不例外 大魏在诗篇三十二篇里面说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惊强烈 我的惊异好净 如同夏天的干涵 话说大魏借刀杀人 把大将乌利亚给陷害了 又娶了他的妻子 八十八 这件事大魏表面若无其事 但他心中明白 上帝看得很清楚 他一向对上帝清心土一 但是如此丑闻 如何在祷告中启齿呢 还有 大魏派出执行谋杀的大将约亚 当然虽然是一头雾水 等到大魏取了八十八 他应该立刻明白了各种原因 大魏这等于是给了约亚一个把柄 这也让大魏惴惴不安 最终之乐虽然乐 可是背后的苦水却是苦不堪言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一些通气犯落网之后 往往会说 啊 我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 我们知道大魏向来是和神心意的人 他知道上帝绝不会饶过他的 只是不知道会如何的处罚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有一天 耶和华派先知拿丹去见大魏 拿丹对大魏说 王啊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 要请王来评一评比 嗯 你说说看 在一座小城里住了两个人 一个是富户 另外一个是穷光蛋 富户有许多数不清的牛群羊群 而穷人呢 除了他所买来的一只小羊之外 别无所有 这只小母羊又特别的可爱 在穷人家里跟孩子们一起成长 穷人抱着小羊 喂着小羊 仿佛自己的女儿一般疼着 可是有一天 富户家里也来了一位客人 这个富人却舍不得 从自己的羊群中 拿出一只来带客 却把穷人的小羊杀了 做成美食 哇 听到这儿 一向最有争议感的大卫 立刻恼怒地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这个富户该死 而且他必须偿还四倍给穷人 太可恶了 完全没有连续人的心 没想到 先知拿丹 就用手指着大卫 明明白白地对他说 王啊 你就是那富户 大卫王的脑海中 立刻浮起了 杀人罪 偷盗罪 奸淫罪 这十戒当中的罪 心中一沉 拿丹继续严厉地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高你当以色列的王 就你脱离扫罗的手 把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 将扫罗的妻子交在你怀里 你如果还不满足 我会加倍赐给你 你为何藐视我的命令 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你借着亚门人的刀杀害吴丽亚 又娶了他的妻子 从此 刀剑一定永远不离开你的家 我会在你的眼前 把你的肥嫔赐给别人 你在暗中所行的事 我却要在日光之下报应你 听到这耳大卫又羞又残 哭着对拿丹说 都是我不对 我得罪耶和华了 拿丹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不至于死 不过 你的孩子必须死 说完这话 拿丹掉头就做 听到这话 大卫用手蒙着眼 不断地摇头说 不要不要 不要啊 大卫虽然早就有许多儿子 但从来没有一个孩子 是大卫如此宝贝的 他跟八十八所生的小婴儿 继承了父母的容貌 特别地漂亮 惹人疼爱 大卫喜欢抱他入怀 亲他逗他 耶和华想必也知道 所以给了大卫如此严厉的惩罚 大卫忏悔了 孩子何苦啊 不是因为大人做错的事吗 为此他写了十篇第五十一篇 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过犯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清正 求你用牛西草 结净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 我就比血更白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 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你本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我就献上 凡祭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前看 大卫仍然想为孩子 恳求神 他离开舒适的床 躺在冷冰冰的地上 日夜祷告 完全进室 大卫一向后待身边的人 因此老陈看得非常舍不得 想把他拉起来 可是大卫执意不肯 到了第七天 病重的孩子终于死了 谁也不敢禀告大卫 但大卫是何等聪明啊 他看到众人叫头接耳 马上就问 是孩子死了吗 臣婆说 是的 我们不敢想象大卫会如何的忧伤 但没想到 听着这话 大卫反而立刻的从地上站了起来 去沐浴 抹上香膏 换上衣服 吩咐仆人摆饭 众人都差异 怎么回事 大卫终于说了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我尽时哭泣 希望耶和华连续 也许孩子能不死 但现在他死了 我又何必再进食呢 他意味深长地说 有一天 我也必往他那儿去啊 大卫毕竟是一个智慧人 以上内容 是由吴涵璧所写 书名 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五 大卫王 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